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 现在进到和风谈判课程第六讲 第六讲我们继续讲出牌 刚刚第五讲的时候 我们讲出牌 硬出牌 现在我们讲软出牌 软出牌的目的 我怎么去诱敌深入 你说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我们讲硬出牌 我怎么开高 我怎么震慑出 那软出牌 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态度上的软 第二大类 我真的给你一件什么东西 先让 态度上的软出牌 第一种可能是为了示好 第二个是示弱 我会说我们希望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可能示好 有一些话可以学 比如说你跟他讲说 王总 我真的被您说服了 好吧 那就照您的意思 你晓得谈判的时候很重要 可能是我的意思 可是我总有办法让我的意思 变成好像是你的意思 然后我听了你的话 然后你就沾沾自喜 对啊 你觉得自己好厉害 好有说服力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谈判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的意见 我会不讲出来 或者我让对方讲出来 我说 我都听你的话 他很高兴 这种在战术的分类 叫做怀柔 他是软出牌 太多 另外呢 示弱 示弱 你什么叫示弱呢 你如果看看前面 我们讲筹码的时候 我们讲筹码的时候 说时间非常重要 可是有的时候 我一些学生 他们是这样玩 明明有时间 他装着没有时间 哎呀装着没有时间 我非常急啊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尤其他们有时候 跟外商谈判啊 外商谈判就很急 那外商的这个代理商呢 就很高兴啊 很高兴就赶快跟这个国外的总公司就讲了 总的讲了 总公司呢 也把这个这个收入做到 他这个财测 预测里面 财报的预测里面呢 说哎 这个生意可以做成啊 就人家都做成 甚至准备出货了 哎 其实我们不急啊 我骗你说我很急 就你都准备出货了 就我这边忽然冷处理 全无下文 变成那个sales 那个代理商急得要命了 他卡在办公中 他已经跟总公司回报了 东西都出货了 坐在他的预测里面了 结果我这边没反应 我用这个方式呢 我让他自己再降一点价钱给我 你要我提货 你要我 你要我怎么样 那你得再降点价钱给我 所以有的人是这样子 他故意示弱 然后让对方没有不经意间 那么掉到他的陷阱里面 有人是这样子 但不管怎么样 这属于态度上的怀柔 或者是示好 或者示弱 那如果不是态度上的怀柔而已呢 那我真给 我真的给你东西 那真的给你东西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它的基本假设是 如果我对你好的话 我想你也应该对我不错吧 我们讲的回报呢 我们中国人常讲 抛砖引玉 但各位你千万记得 砖是引不出玉的 玉才引得出玉啊 要不然的话 我给你个砖 你还个玉来看看 是不是 那你说老师我没玉嘛 那就抛砖引砖嘛 我们从小的开始 慢慢慢慢累积互信 你不要再想太多 说我给他 然后他回报我一大堆 没这回事 回报是对称的 好 那还有一种呢 假如我不是回报的目的 不是抛砖引砖 或者我希望寻求回报 还有时候 我先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试探 试探 谈判桌上的所有的出牌 其实它都是一种试探 你想到我监察桌上 我可能要些什么东西 我推推看 对不对 我们上桌 价格推推看 付款方式推推看 交货条件推推看 规格推推看 我看他挡不挡我 他如果挡我 要硬的 表示他很在乎这个东西 不挡我 要软的 那我就推进去了 所以每一个要求 在谈判桌上 都叫做投石问路 于是我丢出来 我提出什么要求 我看他要什么 可是这可能会错 就是我提出来 我看他要什么 这可能会解读错误 或者我过度解读 我误读了他的行为 那怎么办呢 于是才有人讲说 那既然可能误读的话 不如我反过来做 我先给 我看你的反应 对吧 比如说今天我给你谈判 我跟你讲说 王先生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跟你这样谈 那么今天早上出门 说我给我们老板报告 老板特别交代 说这个东西 一向都不打折的 但是您跟你们公司合作 是有莫大的光荣 所以我们放个五折给你 就是放个五趴 九五折 我放个九五折给你 我看你的反应 你要很高兴 对方很高兴 真的啊 谢谢谢谢 表示他很在乎钱 如果他说 五趴算什么呢 交货准时比较重要 那表示他在乎的是交货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放给他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试探 我也在试探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出牌 我可能是出一张牌 我提出要求 我做试探 我也可能是先给你东西 我再试探 所以这个就是软出牌 但是真正的最规格的 一种软出牌的方式呢 其实他整个设计就是 我希望你小yes 到大yes 到大yes 到大大yes 我先给你点小东西 我让你越陷越深 越答应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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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陷下来 你出不来 那怎么让他越陷越深呢 抓住一个原则 我们人通常非常在乎的是钱 价格上放给他一点 然后让他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其实这是一个方式 就是我目的除了是好 除了交换 我让他陷下来 然后他在我这边投资了 非常多的时间 非常多的金钱 非常多的感情 他没办法把抽身而出 所以这个也是谈判的一个战术 也可以回去试试看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